好 那麼還有一個問題想請教您 就說這個吃燕窩這個頻率應該是怎麼樣比較好 是吃得越多越好嗎 不是越多越好 堅持每天早上空腹三湯匙最好 如果太多 因為燕窩是屬於高蛋白的 太多的話它也吸收不了 就浪費了 對 湯匙吃的話那個效果比較明顯 它會看上去真的是容荒換花的那個感覺 對 皮膚特別好 是吧 對 確實是的 那您剛才說了這個長期吃的話大概就是 這個長期就會看到效果大概會多久呢 就是一般來說我們就跟客人說 你試一下連續吃半個月已經看到有變化 一個月肯定會很好的效果 對於有些含體質的人來說 我們就建議比如說燉燕窩的時候加一點點的肺原或者紅掌 這樣的話也是綜合一下 然後就比較溫和一點 所以這個一個月半個月實際上也不是特別長嘛 對吧 所以算是很快也可以看到功效的 對 堅持早上空腹吃燕窩是最好的效果 好的 非常感謝我們德成行孫榮燕窩部經理陳恩玲小姐的回答 謝謝您 謝謝 好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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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